说到蓝宝石和红宝石啊 从字面上说 大家肯定以为 它们是以本身的颜色而命名的 在这儿呢 老陈我得给大家科普一下 事实上啊 蓝宝石和红宝石 都可以叫做蓝宝石 这个蓝宝石 它是一个广义的统称 它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颜色 你比如说黄色呀 粉色呀 绿色等等 蓝宝石其实是一种矿物钢域 它是硬度仅次于钻石的天然宝石 只要是原子结构相同 并且都是这种矿物钢域 不管什么颜色的宝石 都可以管它叫蓝宝石 那么蓝宝石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板块运动的地质变化过程当中啊 地球上所有的板块 都会受到不断的推烂 几十亿年间啊 这个板块之间的断裂 飘移 挤压和交叠 或引发了地震 或造就了高耸的山峰 地球深层岩浆的动荡 活擦和冲突 便会产生巨大的热能和压力 正是这种热能和压力 让新的矿物由此产生 而蓝宝石就是在这种偶然中诞生的 专家介绍说呀 其实祖母绿这种世上罕见的宝石 它的形成与蓝宝石一样 也是板块冲撞 产生的热能和压力所致 所以蓝宝石和绿宝石经常以半生矿出现 这种热能和压力所致